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号回到斯坦普斯球馆迎战火箭 23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马次 这三场比赛 也是检验胡仁究竟处于西部什么位置最好的世界时 当然 作为进行重建的球队之一 即使作为球迷 也无法给胡仁定下什么宏伟的目标 什么挑战勇士 取代火箭之类的 都言之过早 对于胡仁的新赛季 詹姆斯有话要说 在今天上午 詹姆斯在完成了当地时间14号的训练后 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专访 在这次访谈中 詹姆斯着重强调了两件事 也算是正面回应了球队新赛季的目标 詹姆斯 我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在我16年的职业生涯中 每一年我都在学习如何做一名更好的领袖 成为更好的沟通者 学习如何和队友沟通 激发他们最好的状态 在成为父亲后 最让我明白的一件事是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教导所有人 随后詹姆斯表示 年轻真好 和他们相处我改到越来越适应 我现在明白如何发挥他们最大的才能 去引领他们 尊重他们 尽管他们比我年轻 但他们也是专业球员 我必须记住这一点 我允许所有人犯错 你们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然后看看他们如何 去应对 人文过长 但詹姆斯在这次放弹中 强调了两个事实 一是自己希望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湖人这支球队的领袖 用自己沟通的方式 去激发所有人的状态 第二一个 那就是詹姆斯身边的这些年轻人 也让詹姆斯自己特别感慨 我老了 但我们依然是专业球员 咱们有时间做任何事 实话实说 当湖人这五场季前在打下来后 包括很多体育领域的解说 大V都感慨 如今这支湖人的阵容深度太厚实了 球队不光有詹姆斯 是蒂芬森 龙多 比斯利 麦吉这样的老将 人本的天赋星星英哥 库兹马 米哈伊柳克 球哥 祖巴茨 波普等人也在茁壮成长 湖人在新赛季至少拥有10到12名完完全全可以处在轮换阵容的球员 不缺天赋 不缺实力 缺的只是在一起磨合的时间 詹姆斯看到了 他希望利用自己之前的经验去引导这些人 希望利用自己的领袖作用 让苦人一点一点复心 当然 詹姆斯也是不止一次的夸赞 身边的英格拉姆 库兹马 球哥 一黄眼詹姆斯也马上34岁了 16年的出国岁月 当他看到身边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这些小伙子时 像不承认自己老了都难 自己需要做的是什么 帮助这些年轻球员成长 成才 成为湖人下一个时代的接班人 正如可能部分不喜欢詹姆斯的球迷说的那样 詹姆斯在新赛季的任务 将从甩桌变成虎锅 球队哪里出现问题 就补哪里 这也是帮助湖人复兴的最好的方式 湖人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詹姆斯也终于不用像过去16年那样累了